这个是贴的神肩甲片的三号色 没有任何的底色 然后我们直接在上面去给它整手的 整假的涂抹这个青红转印胶 我们一会儿要用它去给它沾玻璃纸 青红转印胶沾玻璃纸特别特别的好用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拍一个这个青红转印胶 它除了可以转印之外 沾这个玻璃纸也非常好用 这个碎玻璃纸你就看着沾吧 就是沾哪都行 反正就特别好沾 你看你涂完青红转印胶之后 这个玻璃纸往上一沾 非常非常的浮提啊 以前咱们沾这个玻璃纸 它这个下边都容易蹊跷啥的 你这样去给它沾的话 它就一点也不蹊跷 直接就贴合在这个甲面上了 沾完了之后用镊子 你再这样去给它按压一下 特别特别的亮啊 这个玻璃纸 玻璃纸小黄车里面也有 这个玻璃纸沾完了之后啊 按压附贴之后呢 我们给它上上一层夹布胶 把这个玻璃纸完全的给它包裹在里面 这样它就更不容易掉了 我们在这个笔刷上涂上点加胡椒 然后我们沾点这个碎钻粉啊 沾点碎钻粉 在这个甲面上就是给它点缀一下 这个位置你就怎么点都行啊 就是看你自己 因为本身它这个甲面上也是有一定的浮胶的 然后它也能沾碎钻粉啊 照干之后呢 我们用小笔取这个彩绘胶 给它做一个隔离啊 就是彩绘胶可以多取一点 然后让它有这种立体的效果在里面 甲面要擦浮胶啊 看我这个没擦浮胶 然后甲面就有点晕开 这个就是整手搭配后的效果啊 粘了一颗蝴蝶 也挺好看的 这个